一年365天都是香烟鸟鸟的监芸寺 主侍奉观音马祖 可以称得上是板桥最多信众的地方信仰中心 清雍正七年 监芸寺的前身为雍正年间 创建于中和石碧湖的慈云岩 后因清前锋三年 慈云岩受祝荣火烧损坏 板桥林家人林国芳 将庙址牵至板桥城内建庙供奉 取代了慈云岩 成为板桥中和土城永和的信仰中心 至今庙林已超过了两百年 板桥接云寺 它的前身是在1729年 由中和区 就是现在中和区的 元通寺旁的慈云岩 为什么叫做接云寺 就是承接慈云岩的香火 目前接云寺的主体 虽为民国三年时改建 这当中仍保留了神像 雕刻彩绘等等 像是正殿屋顶两侧 还有许多以金箔包住的 非天仙人木雕 外表用金箔包住十分耀眼 是难得的民间文化资产 还有接鱼寺 有清朝台湾大木匠 人称宾司的陈映宾先生 建造的藻井 这座藻井就在静门拜殿的正上方 藻井又叫做捷王斗拱 是由斗和拱以特殊排列组合堆叠而成的 当年的工匠大师以巧思和建筑技巧 留下这少见的宗教艺术 山川殿内有它的屋顶 它是用长枝八角结网 就是它的屋顶 但是它整个的装潢非常的华丽 全部都是用木构造的接准的方式下去结合 它完全没有用到一支铁钉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匠师 叫陈映斌他所设计下去建造的 板桥人都知道的观音庙 求平安求财 信徒各有愿 但如果喜欢热闹的庙与气氛 可以选在大过年 或是每年的2月19号立即去参观 若是平日的时候去参拜 则是有种可以暂时离开喧闹的板桥市中心 静静地欣赏古庙建筑 为自己找寻到难得的静意时光 书位天空新闻板桥报导 要再寻这些人 Battle